下面我们还是学习第六个专题 第六个专题的题目叫做 清廷的洋务运动与财政 下面我们讲第六个专题的第五讲 第五讲的题目叫做 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的原因 就是分析一下 辛亥这一年 1911年清廷财政为什么会崩溃 崩溃的原因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了 武昌起义之后 清政府采取了很多财政措施 借外债 借内债 开办捐利 发行同源 行用纸币 停办不及执政 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是清政府的财政 仍然是很快的崩溃了 从严重的危机 走向了崩溃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 为什么会崩溃 那么我想呢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历史 一个回顾 就是武昌起义之后 清政府新增的军费 到底有多少 那么现在呢 我们没有看到 有学者做一个估计 做一个统计 那么我估计呢 清政府的财政 这个时候啊 就是在武昌起义之后 新增的军费开支呢 大概是3000万两左右 3000万两 那么这3000万两 对于清政府来讲 它到底是一笔大的数字呢 还是一笔小的数字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做一个对比 那么这个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那么清政府所交号的军费呢 是1300万两 1300万 那么如果按照第一次鸦片战争 进行了两年来算 那么清政府每年 所新增的这种军费开支 大概是650万两 那么当时清政府这一年的岁出 一年的财政支出呢 是3150万两 那么也是说 每年新增的这个军费开支呢 是占清政府财政支出的21% 这是第一次鸦巡战争 那么在中法战争的时候 消耗的军费是3000万两 那么按照这个战争 进行了两年计算 它每年的消耗的这个军费啊 大概是1500万两 那么这1500万两 也是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财政支出 7286万两的21% 正好也是21% 那么甲午战争 清政府消耗的军费是5500万两 那么这5500万两 那么大概进行了一年 那么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财政支出的 8027万两的69% 就是甲午战争的时候 它的财政支出 对于这个这个 它的军费的支出啊 对于它的财政支出来讲 那个比例非常高 达到了69% 那么辛亥革命以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清政府新增的这个军费开支 我们前面讲了 大概是3000万两 那么这3000万两呢 仅仅占当时清政府财政支出 2亿9844万两的10% 还不太到 10%多一点点 那么这样就会引起我们一个深思 或者说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以往的历次反对外国群力的战争 新增的军费开支 是吧 达到了21% 甚至高达69% 清政府的财政没有崩溃 那么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新增的这个军费 仅仅占他的财政支出的10% 为什么清政府的财政崩溃了 这是什么原因 那么我个人认为 清政府财政 发生崩溃的这个原因 有政治的 有经济的 有军事的 那么多方面的原因 那么这些原因我们不去讲 那么下面我紧想呢 就清政府这个财政崩溃的 这种财政上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就这个问题呢 那么谈谈我的看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清政府这个财政 它发生崩溃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讲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问题 晚清财政 办持民地性质的制约 就是晚清财政 这种办持民地性质 对于清政府财政的这种制约 那么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 那么特别是庚子赔款以后 清政府的财政呢 就发生了很大的危机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它主要的是表现为什么呢 是表现为单纯的财政收支 严重不符 财政支出 大于财政这个收支 单纯的表现为一种财政收支的 这种不平衡 那么当然当中呢 也有些财政体制方面的原因 或者制度方面的原因 但是主要是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那么但是辛亥年 清廷的这种财政危机 则突出的表现为什么呢 它的财政体制与制度本身的危机 表现它的财政体制 财政制度的危机 那么在辛亥年 清廷财政的 清廷这个军费的 这个大幅的激增 是吧 全国性的金融恐慌的冲击 巨额的外债赔款等等 这些呢 仅仅是导致清政府财政崩溃的 一个表面的原因 或者直接的原因 不是它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么导致清政府财政 彻底崩溃的 一个最主要的 最致命的原因 就是清政府财政的 这种半殖民地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财政 以及它在这存在的方式 都是要依赖并且服务于 一定的社会政治 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势 那么也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制度 你比方讲 奴隶制的政治状况 经济状况 决定了它的奴隶制的这种财政制度 或者财政表现形式 那么封建的政治状况 封建的经济状况 那么就产生了封建制的这种财政体制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的社会的政治 经济 社会各个方面 那么逐渐的半封建 半殖民地化 那么这种状况就决定了 中国的财政 它也要呈现出这种半殖民地的色彩 半殖民地的性质 那么这个清政府 这个财政的半殖民地色彩 它首先是表现在哪呢 首先表现在它的财政收支结构 收支种类 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么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前 清政府的这种财政收入 主要是来自什么呢 地丁钱粮这个田赋 那么这项收入呢 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 而清政府的财政支出 主要是冰降军队的开支 还有什么呢 文污百官的这种俸禄 冰降和文污百官的俸禄这种支出 大概也占到了清政府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鸦片战争之前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都是一个纯粹性的封建性的 这种财政的收入和支出 那么但是鸦片战争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呢 就是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除了原来这些项目之外 是吧 又增加了新的这种税收 一比方讲海关税 增加了离金 增加了像邮电路航 这种官营收益 官营的这种收入 是吧 那么你比方讲 到了这个1911年 清政府的海关税收达到了3513万两 离金的收入达到了4318万两 官业收入达到了6265万两 那么也说 这三项新的财政收入 占了清政府当时财政收入的一半 差不多一半 那么是财政收入发生了变化 那么另外清政府的财政也发 他的财政支出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支出 主要是三大项 一个就是军费 军饷的开支 第二个就是清政府办的洋务事业的 一些这个实业费 第三个叫做息债 就是对外借款 这个赔款 主要是这么三项 那么这三项财政支出 也占到了清政府财政支出的70% 70%是这三项 军饷 洋务 息债 借债的这个赔款 占到了70% 那么这个三项财政支出当中 一边讲军饷 实业 是吧 它是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这种发展进步的 但是息债对外赔款 是吧 它会大量的消耗清政府的财政实力 是吧 就这种大量的赔款的这种财政支出 反映出了清政府财政支出的这种半持民地性质 是吧 它不再是自己国内的一种正常的一种财政支出 是吧 它是要对外赔款 反映出了中国这种半持民地的这种财政的这种支出的这种色彩 财政支出的半持民地色彩 那么清政府财政的半持民地化的第二个表现 就是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没有权力 或者说没有能力来调整某些财政支出 更没有权力调整某些财政收入 这是清政府财政 这个清政府财政这个半持民地化的这个第二个表现 那么本来是吧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或者说一定会是吧 根据一些客观的需要来调整 来调整本国的这个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 是吧 来达到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一种平衡 是吧 这是一个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要做的 那么但是清政府 他的财政的支出的一些项目或者数额 你比方讲海关费 对外交涉费 并不是清政府能够自己制定的 他很多时候要不同程度的 不同程度的受到外国方面的干预 这是一些财政的这个支出 那么另外 像赔款 外债的这个支出 那么更直接的要受制于列强 那么也是说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支出的很多部分 要受制于列强 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很多财政收入 也是要受制于列强 你比方讲 海关税 长关税 离金 是吧 那么这些税收呢 很多时候我们前面讲到了 被指定为中国举借外债的抵押品 那么这些财政收入呢 就并不完全被清政府所利用 是吧 他抵押给了外国列强 是吧 那么也是说 中国这个财政 这个半殖民地的色彩 又表现在了 是吧 中国自己 清政府自己 没有权力来调整这种 自己国内的财政的收入和支出 来达到收入和支出的一种平衡 那么这是讲到新政府财政啊 这个半殖民地色彩的 那么第二个表现 那么清政府财政 半殖民地化的 第三个表现 就是表现在清政府 没有权力 自行调整海关的税率 来增加财政收入 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 失去了海关关税的自主权 就中国海关的关税 到底要定多少 要和外国方面协商 要取得外国方面的同意 那么实际上 中国海关的税收的 这个税率一直很低 那么清政府呢 也曾经做过一些努力 希望要提高海关的税收 但是遭到了列强的这种抵制 那么清政府呢 那么在这个1869年 到这个1899年 那么30年当中 中外之间围绕了一个问题 围绕什么呢 叫做财离加税 就是财彻离金 增加海关税 达到一个呢 切实直百抽五 达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对外国货物 是吧 一百两百银 征收五两百银 达到百分之五的关税 为这个事情 就反复交涉 交涉了三十年 那么但是由于列强 不肯轻易放弃 在华取得的这些经济利益 或者是一些 这个经济上的一些特权 那么中国呢 始终没有能够达到加税的目的 那么因此这个海关税的 这个丧失 这个海关 这个自主权的丧失 那么这标志着中国的 或者清政府的这种 财政的半持民地的性质 那么这样就使得清政府 没有办法来增加海关的关税 来达到自己 这个财政收支的平衡 就是清政府失去了一个 回旋的一个余地 那么这是中国这个半持民地 这个财政的色彩的 这个一种表现 那么另外 造成清政府 这个财政崩溃 它的一个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由于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旧的财政体制 已经开始瓦解 但是新的财政体制 还没有建立起来 或者说没有完善起来 这样呢就导致了清政府的财政 缺乏一种必要的应变能力 缺乏一个弹性 旧的体制 再瓦解再破坏 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使清政府的财政 缺乏一种应变能力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呢 我想这多要 要多讲几句 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 清政府的财政呢 是采取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 就是所有的财政大权 是集中在清政府的户部 那么最高权力呢 实际上还是掌握在皇帝手里面 那么也是说 清政府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制度 来控制他对于全国财政的这种影响和调配力 那么但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就是我们讲到就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了第一次危机 这个危机怎么出现的 就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 各个省的地方大员要求清政府来调拨必要的军饷 要拨军饷 那么原来呢都是由清政府 是吧 户部那么向各个地方呢 来这个拨这个军饷 那么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清政府的财政发生的困难 不能够向各个省去如数的发放军饷 那么这样各个省就纷纷的要求什么呢 要要求呢 截留地盯 就是当地本来是应该上交给清政府的一些钱财 一些钱粮留下来 截留 以共本省军需 那么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处在一个非常时期 那么清政府又需要借助于这个地方的总督巡护 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那么清政府呢 又没有办法向他们呢 去拨付这种军费 那么就只能够容忍这个地方总督巡抚 截留 本来应该上交到清政府的这个军饷 这个操粮 那么这样呢 就造成了中央的财政 调配失灵 就是从全国范围的之内 是吧 去调配这个财政 这个办法是失灵了 那么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后 各个省的总督巡护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 什么职责呢 就是他要分摊 各个省要分摊全国的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一共若干 分到各个省 每年要筹集多少款项 是吧 去赔付 这庚子赔款 那么地方都府 他竟然要承担起一个 代替清政府筹集赔款的这么一个责任 是吧 那么他就要求要有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些捐税 增加一些财政来源的这么一个权利 那么这样做 就使得地方都府有了一个 开辟裁员的一个权利 增加一些税收 是吧 那么这个这个巧了一些名目 就为他增加税收提供了一个 明正言顺的这么一个借口 那么不但如此 而且这样做 就使得地方财政逐渐形成了 就出现了地方财政 使得清政府的原来的这种 中央的一级财政 变成了中央和地方的二级财政 那么清政府啊 这个中央政府控制财政的这个办法 这个体制瓦解了 我们都知道 封建社会当中这个财政原则 当时叫做 肚子远